朱音闪仙马照疑似怀念周星时,星爷终身不取指音错过你。 最近,朱音的一组剧照曝光了,朱音身穿白衣,站在马儿旁边,这一幕不禁让大家想起了,当年,朱音在《大话西游》中饰演的紫霞仙子。 那时候的朱音,仙气逼人,带住一股自身的傲气,每个惊心动魄,一瓶魅笑让人觉得美到骨子了,那时候我们只记得有个仙女叫做紫霞仙子。 要是能娶到她,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地球。 想娶朱音的人很多,其中也包括了当年饰演至尊宝的周星时,但是当年的心也因为年轻,在拍摄《大话西游》荷兰杰英、朱音、莫文蔚女演员都曾有过暧昧。 但是,导演刘镇曾说漏嘴,表示周星时也曾经想过去朱音,但是两人却都过错了彼此,朱音更是不愿遇上星爷。 曾经有段采访中,星爷表示,如果可以再重来,我就不要那么忙了看得出来星爷是后悔的了,后悔错过了他。 如今就算功成名就,星爷却固执得截然立身,表示只要他幸福就好。